今天的在地人带路吃美食要吃什么呢 要带着大家来到大理老街 有这么一家的老字号炒面店 都是现实美食呢 手脚卖的民众可能就会错过 而里头有什么神秘又好吃的呢 今天邀请到的是在地议员 带着我们一起来走访 上弄内的美食咯 今天你来到你的地盘 你要带我来吃什么在地美食吗 来行的这一带来 行的来 又善之巧 蚝蛙煎米糕很早来走 好 走走走 来 我要蚝蛙煎 蚝蛙煎喔 在这边吃三个 打包三个 鱼肉煎 里头很三个 一元熟门熟路的点起菜来 不只内用等等还要外带 究竟这间未在巷弄内的老牌炒面店 哪几项美食最得一元心呢 我來一定要點豬腳 這個夏天想到溫補的 白金屬 剛才吃豬腳又軟又Q 還有這個是溫補的來補一下 平常都不滿 來這裡補一下 再來這個豬腦 吃腦 補腦 豬腦也沒有常常有的 這個也要散煮腦 這裡還有沾氣嗎 沾這個很好吃 這個吃鬧不鬧 還沒老人吃帶著 滑嫩軟Q入口即化的豬腳 再配上鹹香入味的米糕 一個完美的餐點組合直接get 另外還有一道豬隨湯 也是韜客們的最愛 吃麵配湯再享受不過了 豬腳湯有用中藥 其實像有些有用中藥 有些有用大理蠻有特色的鹹材 茶米米糕 口粿白骨 那為什麼你 味道的茶米怎麼吃 不錯 必點的 這個炒麵還有這個 當歸豬腳湯 它的炒麵跟別人的不一樣 別人的都爛爛的 它的比較Q 啊豬腳也是 豬腳而且蘸這個辣椒 超級好吃 讓顧客再三回味 稱讚到不行的辣椒醬 可說是咒裡的特色隱藏吃法 這特別就是用特級醬油 還有一些綜合的辣椒 有綠色跟紅色 還有一些蒜頭 老牌炒麵店在地飄香40多年 但卻是限時美食 每天只營業下午4點到8點 想吃的民眾 手腳還得跟得上呢 記者賴秋風裝飾亭 台中採訪報導